同学们好 我们现在和大家一起学习第十四章审计沟通 这一章我们还是给大家呢 先分析一下我们这一章的考情 然后明确这一章的学习要求 最后我们把这一章的主要知识点给大家做介绍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一章的考情 这一章在我们整个教材当中的定位 我们是把它作为比较重要的姿势 就在我们它主要沟通 就我们注册快师的这个审计沟通 一方面是和我们在审计过程当中要和治理性沟通 再一个如果我们首次接受委托 就涉及到我们后任注册快师 要和前任注册快师的沟通问题 所以在这一章呢 我们涉及到两个审计准则 或者说两方面的一个和治理性沟通 一个是前后任注册快师的沟通 这一章呢 应该说整体上它的难度不高 但是呢知识点特别碎 因为这种沟通呢 它都是什么 都是一些硬性规定 是不是啊 就是你要跟他沟通 跟谁沟通 沟通些什么 怎么沟通 是不是啊 所以呢我们相应来讲 对我们考生呢 考试的时候 它主要就是以客观题的形式 或者就是在简达或综合当中 即便涉及也是一个点 不会量太大 所以呢我们这个给大家的要求呢 就这一章整体难度不高 但是知识点特别散碎 就他你只要把握好了客观题 即使在简达和综合当中 涉及到的时候 应该对我们来讲呢 就是他比如说是如何沟通的 是不是啊 比如说那个沟通 在这个和治理层沟通注册快师的独立性 以口头形式 那问你恰当吗 你都说不恰当 这点书面形式 是不是啊 所以类似的就这种重要的知识点 我们都清楚 就应该是怎么做的 考试的时候即使简达 或者综合当中涉及到了 我们也能够去应对 所以这一章的知识点 我们主要是以客观题的形式 来要求大家把握 那我们给大家的学习要求呢 因为这就是两个吧 是不是啊 所以一个我们要理解 注册快师 就是以治理层的沟通 是不是啊 那这个沟通的对象 沟通的事项和沟通的过程 实际上我们和治理层沟通 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确定 我跟治理层当中谁沟通 是不是啊 我跟谁沟通 然后还要确定 我跟他沟通些什么 还怎么沟通 所以沟通对象 沟通事项和沟通过程 那第二个呢 需要大家仍然也是理解 前后任注册快师的沟通 那我们实际上大家看 都要求的是理解 在我们考纲当中呢 这一块呢 也主要就是一个第二个能力等级的要求 所以我就希望我们考生呢 能把这里面这两个问题 涉及到的知识点呢 能够明白道理会客观题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了 下面我们就具体看一下相关的知识点 首先我们看注册快师 与治理层的沟通 这个治理层的概念和责任 这呢简单回忆一下 因为实际上我们在讲第一章的时候 就已经提过治理层了 是不是啊 治理层是什么呀 是指对被审单位的战略方向 以及管理层履行经营管理责任 负有监督责任的人员或组织 那治理责任呢 还包括对财务报告过程的这个监督 一般认为董事会监事会 是属于治理层的 那我们很多都是什么 和董事会这个当中的什么 组织啊或人员啊 是不是啊 那这个我们这一块呢进行沟通 是不是啊 所以在这儿大家呢要注意 这个第一个 在董事会中往往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什么 那这个董事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啊也就是说治理层成员参与管理贝审单位参与管理 所以那我们这里面后面我们就会设计到 因为大家在读这个我们在这个复习我们教材的时候 你也会发现除非治理层成员参与管理贝审单位 然后应该怎么怎么怎么着 是不是啊 那这个就是 所以那我们肯定也会考虑我去和谁沟通 是不是啊 在有上市公司的董事会 一般都设有若干个专门委员会 什么薪酬委员会啊 是不是啊 什么这个审计委员会啊 所以其中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就是 一般来讲是包括他们要与注册官司沟通的 所以如果这个我们现在审的是一家上市公司 他这个董事会当中设有审计委员会 我们往往就可以确定我的沟通对象 就是董事会当中的审计委员会 是不是啊 审计委员会的这个组织 这个审计委员会的成员 所以这是大家呢就能够首先知道的 再有我们刚才说了一般是董事会和监事会 是我们把它作为治理层的 应该说这个股东大会也是治理层 是不是啊 但是呢我们一般不把股东大会 啊就股东会列为注册快师应有沟通的治理层 它也属于治理层 但为什么不把它作为应该沟通的治理层呢 因为股东大会它不是常设机构 是不是啊 所以那我们一般来讲 他这怎么样每年开个一两次 这股东大会 所以呢根本就满足不了我们审计的时候 怎么样啊 对这个审计和治理层沟通的要求 但是在有必要与治理层整体进行沟通的情况下 尤其是公司章程规定的是什么 对注册快师的聘任解聘 是由股东大会决定的时候 那我们注册快师可能也需要与股东大会进行沟通 啊 那也就往往我们可能涉及到我们的去解聘啊 是不是啊 聘任啊 解聘的时候 特别比如说我决定解约了 是不是啊 我决定解约 那又是董事这个股东大会 他决定是聘任还是解约 是不是啊 解聘 那我们这时候就会和理工大会去沟通 我为什么要解约 是吧 我解约的理由 这是大家呢就可以看到 啊 那我们这个治理层 我们首先呢就先知道一些了 那我们和治理层沟通的总体要求 和治理层沟通的总体要求 那注册快师应就与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 且根据职业判断认认为 以治理责任相关的重大事项应该以适当的方式及时与治理层进行明晰的沟通 实际上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吧 我们和治理层沟通实际上是一个双人或者是一个双向的需要 我们注册快师在审计过程当中需要怎么样啊 和治理层沟通有关信息 这样通过沟通有关信息传达我们的什么 让他知道我们的责任我们在审计当中的什么一些需求 是吧我们的一些诉求 再一个我们通过和治理层沟通 也会把我们所获取到的在审计过程当中获取到的和治理责任相关的一些重大事项 告诉治理层 这样呢就是如果我们在审计过程当中仅仅我和治理层沟通 就是为了让他协助我的审计 是不是啊完成我的要求 对他没有任何益处的时候 治理层不会愿意和我们沟通的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双赢双向的需要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这就可以关注一下 注册快师和治理层沟通的主要目的 注册快师和治理层沟通的主要目的 这个在我们教材当中314页 这都不需要背 大家呢只需要看一看就行了 这里面有什么 就这个注册快师与财务报告这个审计相关的责任 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的总体情况 与治理层进行云西的沟通 是不是这样呢 以便于怎么样 治理层不仅知道我们的责任 注册快师有什么责任在审计过程当中 他也就知道他应该注册责任了 对吧 以及他能够知道我们的整体的大体的安排 这样呢以便能够怎么样啊 要求管理层能够给我们相关的协助 第二 向治理层获取与审计相关的信息 我们通过和治理层沟通 有些我们审计上的信息 可以从治理层获取 第三 及时向治理层通报审计中发现的 与治理层对财务报告过程监管责任的 这个监督责任的相关的一些重大事项 那这些重大事项 有些重大事项是 治理层应该富有的什么 监管责任 这个监督责任是不是啊 那他和他监督责任有关的 我跟他沟通了这些事项以后 可能他原来没意识到 现在意识到 这个这是他可能他需要怎么样 助理人关注一下 或者这个他需要履行他的责任 是不是啊 第四 推动注册快事和治理层之间的 有效双向沟通 只有是双方都是有需求的 是不是啊 他治理层才怎么样 才愿意跟我们注册快事沟通 他有愿意沟通 才能够最终实现有效的双向沟通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具体看一下第一个沟通的对象 刚才我们就说了 我们和治理层沟通 要解决什么 我跟谁沟通 我沟通些什么 我怎么沟通 也就沟通对象 沟通事项和沟通过程 我们首先看这个总体的要求 和这个确定沟通对象的时候的 总体要求 那这个第一个 确定沟通对象的一般要求 他的一般要求是什么 我们确定适当的沟通人员 是不是啊 注册快事应当确定 与备审单位 治理结构中的 哪些适当的人员进行沟通 适当人员可能因为什么 沟通的事项的不同而不同 那这个与备审单位 治理结构当中 因为这个备审单位的 治理结构不同 我们可能选择的沟通人员 怎么样啊 就会有所不同 是不是啊 然后备审单位不同 他的治理结构也会有不同 肯定那我这个选择的 沟通人员不同 再一个我沟通的事项就不同 我沟通的事项不同 我选择的沟通人员 沟通的组织也会有所不同 比如说那我们现在沟通 如果是上市公司 我肯定要沟通注册快事 审计过程当中的 独立性的问题 是不是啊 那这独立性的问题 我们就适合和什么 在治理层当中怎么样啊 附有什么 这个聘任啊 解聘我们注册快事的 这种权限的组织和人员 进行沟通 所以这是大家呢 就可以看到 确定适当的沟通人员 有的时候呢 被审单位可能 根据他的治理结构 我们就可以能够怎么样啊 很明确的就知道 我应该和谁沟通 是不是啊 有的时候呢 可能不是很明确 那我就会怎么样啊 获取相关的信息和被审单位 在讨论我应该和治理层当中的 哪些组织和人员进行沟通 所以第二个 确定适当的沟通人员 应当利用的信息 在确定与哪些适当的人员 沟通特定事项的时候 注册快师应当利用 在了解被审单位 及其环境的时候 获取的什么啊 有关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的信息 那比如说 我们询问被审单位的相关人员 是不是啊 被审单位的相关人员 我就可以了解到他的什么啊 他的治理结构 是不是啊 我知道他的治理结构 治理结构当中不同的 这个他的责任 他的职责是不一样的 哪些适合是和我沟通的 是不是啊 另外呢 我们像是沈月啊 或者查月被审单位的公司章程 是不是啊 组织结构图 这些呢 我就可以了解到被审单位的什么啊 他的一些这个法律结构啊 组织形式啊 是不是啊 这样就达到了对被审单位 及其环境什么啊 治理结构治理过程的了解 从而进一步 我就可以定下来 我和谁来沟通啊 所以那这次大家呢 就可以看到 接着第二 需要商定沟通对象的特出情形 需要商定沟通对象 那这里面这个 通常被审单位会什么啊 一般来讲 被审单位就会指定 他的治理结构当中 相对什么啊 固定的人员或组织 比如说 在上市公司当中 董事会里面的审计委员会 这个专门委员会 他的职责就有和注册快师进行沟通 是不是啊 那这时候就已经治理结构 就已经明确了 那我们就 当然这就是我们 要进行和治理层怎么样啊 沟通的组织和人员 是不是啊 所以一般来讲 通常就会怎么样 被审单位会指定 而且是比较适当的 是吧 治理结构当中 那这个负责和我们注册快师 沟通的组织和个人 如果由于被审单位的治理结构 没有被清楚的界定 他没清楚的界定 比如他没有专门委员会 是不是啊 那这时候导致注册快师 无法清楚的识别 适当的沟通对象 我识别不出来 那这时候被审单位 被审单位指定了 我认为是适当的 也可以 是不是啊 那被审单位呢 也没有指定适当的沟通对象 他也没说 让谁指定哪个治理层当中的 哪个组织 哪些人员 负责和我们注册快师沟通 是不是啊 这个我们看他的什么啊 看他的这个公司章程啊 组织结构图啊 是吧 询问相关人员啊 也识别不出来 也不能清楚的识别 谁作为适当的沟通对象 那我们就应当怎么样啊 尽早的与审计委托人 商定沟通对象 并就商定结果形成 对望或其他形式的书面记录 所以这是大家呢 就可以看到 通常是指定好了的 是不是啊 如果没有指定 我们就商定 我们和被审单位呢 就是和审计业务的委托人 是不是啊 我们来商定 所以接下来 与治理层的下设组织 或个人进行沟通 大家要明确啊 在我们决定 与治理层下设组织 个人应该沟通的时候 考虑的主要因素 注册快诗通常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实际上也不可能啊 就全部沟通的事项 与治理层整体进行沟通 那治理层整体 他涵盖的怎么样 人员是不是 涵盖的面比较广 那这个比如说被审单位 是不是啊 那又有董事会 又有监事会 是不是啊 那这时候 他董事会成员若干 监事会成员若干 如果我和治理层的整体 进行沟通 要把这些人都聚在一起 我和人进行沟通 非常困难 是不是啊 那这个因为 有独立的董事 独立的监事 它是不在企业内部的 我要和他沟通的时候 这坐在一起 我们沟通一下 那这时候选今天 他没时间 选明天 另一个没时间 这根本就 可能在一个月之内 也凑不起 所以也这个在于 实际当中也没这必要 因为我们只需要怎么样啊 这个我要和整体沟通 这些根本怎么样啊 也做不到 是不是啊 所以那我们适当的沟通 对象 往往是治理层下设的组织 或者是人员啊 那我们这个在决定和他下设的组织 或人员进行沟通的时候 我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一个下设组织或人员各自的责任 他们的责任各自都有各自的责任 各自责任当中 我们看谁的职责有和我们就算是沟通的这些内容的 是不是啊 然后再一个 我还要看我女沟通的事项的性质 是不是啊 我女沟通的事项性质是什么 那我再看我应该适合和谁沟通 但相关的法律法规有什么要求 是不是啊 第四个 下设组织是否有权就沟通的信息 采取行动 以及是否能够提供注册快师可能需要的进一步信息和解释 啊 所以这个呢 这个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第四项我们沟通的就 因为他能不能给我们提供这个信息 是不是啊 我们发现比如审计过程当中 我们遇到困难了 那他有权没有权利 这个对我沟通的信息 我把我遇到的困难 我告诉他 他有没有权利采取行动 来解决我们这个困难 啊 这样呢 使得我们审计能够顺畅的进行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一事大家呢 就可以看到 这是作为客观题吧 这是我们考虑的因素 那第二个 被审单位设有审计委员会的时候呢 设有审计委员会 尽管审计委员会的具体权利和职责可能不同 但与其沟通 已经成为注册快师和治理层沟通的一个关键因素 啊 我们只要是被审单位多数 通常来讲 你有董事会 是吧 里面有审计委员会 那这个基本上就可以进行了 是我们沟通的对象了 接着第三 需要与治理层整体 沟通的特出情形 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治理层全部成员 参与管理被审单位 啊 这这么一个特出情况下 我们怎么来做 这是什么呀 如果就审计准则啊 要求沟通事项 以以负有管理责任的人员 沟通了啊 且 这些人员同时负有治理责任 这个比如说 董事会成员 是不是啊 董事会成员一共有九个人 这九个人都在被审单位的管理层当中 不同程度的任职 是不是啊 有任总经理的 有任副总的 好几个 是不是啊 有任财务总监的 有任这个总的 那个总的 反正都是什么 既是董事会的成员 又是什么 又是管理层的成员 所以管理层成员当然可能更广 但是呢 董事会成员九人全部在管理层中任职 是不是啊 所以如果这个 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和治理层需要沟通的事项 没有特殊情况都会先和管理层沟通 所以我和管理层沟通的时候 这个管理层人员当中 其中有一部分 他们就怎么样啊 就负有治理责任 是不是啊 他们 我比如说管理层成员 主要的核心管理层成员 比如说 一共是11个人 是不是啊 其中有九个人 就是治理层 就是董事会的 董事会就这九个人构成 那我和这个管理层沟通的时候 这些人就都知道了 沟通的事 是不是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 注册会师 无需就这些事项 再次与 负有治理责任的相同人员进行沟通 那就我跟管理层说完了 是不是啊 然后我后边要和治理层说 把这个事再说一遍 没必要 那就没必要了 但是我要注意的是什么呀 注册会师应当确定 负有管理责任的人员 与负有管理责任人员沟通 能够向所有负有治理责任的人员 充分传递应与沟通的内容 这是呢 就是他都应该 我已经给他充分传递了 这是我们大家呢 就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治理层成员 全部参与管理被审单位了 我这个事 我已经和管理层说完了 那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我就不用再次和怎么样 和治理层再说了 因为他都知道了 对不对 这是我们沟通对象 对不对 我们对数不过 禅定来的 我优工的问题 好 就像了 什么 这是我们直接说了 下去的